杨浪生理需求旺盛 平时又舍得为身边的女孩子们花钱 几乎夜夜不空床 人送外号三圣哥 最近他身体不适住院治疗 居然把一个女孩约到病房过夜 这种神奇的骚操作 震惊了整个住院部 陈东明是杨浪的主治医生 也是他姐夫 陈东明拿着体检报告让他看 脸色铁青的对杨浪说酒色伤身 他天天喝酒 肝功能受损已经很严重了 现在还敢这么胡闹 他是要爽 还是要命 杨浪老老实实是回答说要命 他保证不再约女孩来病房过夜 但是消停没两天 又开始聊拨一个叫孙茜的女护士 孙茜媚骨天成 作风大胆 杨浪加了他微信以后 不但每天甜言蜜语 还已请他喝奶茶为由 发起多笔大鹅转账 孙茜很快沦陷 两人没来眼去 只恨没有机会春风一度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这天 刚好孙茜值夜班 他来病房送体温计时 杨浪趁机约他晚上来病房过夜 孙茜眼波流转 别有深意的对杨浪说他急成这样 他们都说他有三个肾 等在做检查时 自己非得去看看他到底几个肾 杨浪说不用等做检查 等会孙茜可以亲自检验 杨浪心痒难耐 在他腰间搂了一搂 特意叮嘱一句 说护士姐姐 别换衣服 记得就穿这身制服来 孙茜表示知道杨浪想玩什么花样 那些角色扮演的 没有货真价实的过瘾 真是便宜他了 孙茜娇称的哼了一声 扭身出去了 杨浪暗喜 他知道这次是棋逢对手了 到了凌晨一点多时 整个住院部终于归于禁忌 就在杨浪望眼欲穿时 病房门枝呀一声开了 闪进来一个人影 也不开灯 熟门熟路的直奔病床过来 杨浪拉住他的手拽过来 忽然发现他竟然戴着橡胶手套 不由的笑了 杨浪说干这是见过戴套的 还没见过戴手套的 姐姐这是要干什么 黑暗中的人影一声不响 将杨浪推倒在枕头上 扶身压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轮班护士交接工作 却找不到孙茜 两个男病人正在走廊聊天 其中有个叫边敌的男病人 提醒他去酒床找一下 说昨天晚上 酒床在病友群发预告了 晚上有真人制服诱惑 要录视频发给他们看 轮班护士红了脸 镜子往杨浪住的病房来 只见孙茜并没在这里 杨浪还在蒙着被子睡觉 他叫了几声没反应 拉开被子一看 杨浪脸色轻紫 更大布满血丝的眼睛 人早就没气了 护士顿时吓得两腿发软 跌跌撞撞跑出去找人 杨浪脖子上有明显的手印 医院病房竟成了凶案现场 陈东明震惊不已 立刻报警 医院领导又怕又气 他们这是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 病人居然在病房被医护人员杀死 以后谁还赶来看病住院 程思薇等人赶到现场后 辖区派出所已经封控了事发区域 同时对孙茜进行追捕 沈南竹和技术科的同事 立刻在现场采集取证 所有相关人员被集中到住院部会议室做笔录 根据编辟提供的群聊记录 杨浪晚上十点半时还在群里说话 称一会孙护士过来 哥们让他们看看什么叫正宗的制服诱惑 编辟也被吓得不轻 他表示他们也没当回事 以为杨浪在吹牛 谁能想真约上了 还闹出这么大的事 编辟也被吓得不轻 程思薇了解到基本情况后 转身来到案发现场 沈南竹见他来了 直起腰来 说死者口鼻触检测到吸入性全麻药N服完 颜面肿胀呈青紫色 眼睫膜及口腔睫膜有点状出血症状 脖梗有明显恶痕 环状软骨存在骨折现象 舌骨及喉头被全部推向后上方 应该是由于喉腔入口完全闭塞 导致的窒息死亡 程思薇疑惑的说先被迷晕 然后饿死的 说好的一夜欢愉 怎么还下死手了 他探头看了一眼 问有没有采集到指纹了 沈南竹说没有 认为凶手应该是戴了手套 现在孙茜是最大嫌疑人 如果不是他杀的 留下来说清楚 才是洗脱嫌疑的最好方式 一走了之就成了畏罪潜逃了 成思薇皱眉 这也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杨浪是住院之后才和孙茜认识的 两人之前并没有交集 就算杨浪目的在于男女欢愉 那也是你请我愿的事 如果孙茜真的是凶手 那他杀死杨浪的动机是什么 更奇怪的是 医院监控只拍到孙茜来上班的图片 他根本没有离开医院 陈东明着急的说那么多车辆出入 孙茜会不会是坐车出去的 陈东明表示 希望警察一定要尽快全程搜索 抓住凶手 杨浪是在他们医院遇害的 他不知道怎么向丹丹交代 陈东明说的丹丹 就是杨浪的姐姐杨丹 案发时他在外地出差 正在往回赶 杨丹十几岁时母亲就不在了 父亲半年前病逝 毕竟杨浪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陈思威问陈东明 杨浪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结怨 陈东明无奈的说杨浪一向荒唐 结交的什么人都有 又不服管教 杨丹都拿他没办法 自己平时也不爱管他的事 不知道他和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陈思威还要问陈东明什么 这时外面吵嚷起来 好像出了什么事 小唐出去看了一下 回来时面色惊异 称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说晚上线路故障了 他早上来上班时才发现 修好以后就开始检查存放的尸体情况 结果发现多了一个人 好像是他们要找的那个护士 陈思威等人急忙赶过去 只见停尸柜其中一个储存架被拉了出来 有个穿着护士服的年轻女子躺在裹尸袋里 正是孙茜 24小时内接连死了两个人 承思威感到空前的压力 杨浪到底是不是孙茜杀的 孙茜又是怎么出现在太平间停尸柜里的 孙茜的尸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头部有外伤 致死原因是对冲性颅底骨折 生前头部曾遭受过重击 沈南竹面露疑惑 欲言又止 承思威问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沈南竹说孙茜的死亡时间好像更早一点 应该是在晚上十点左右 可是尸体放在冷藏柜里 延缓了尸般变化 他无法确定 承思威问沈南竹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杨浪死亡之前 孙茜有可能已经死了 沈南竹点点头 说这只是推测 死亡时间只相差两三个小时 又是在冷藏柜里保存 实在很难分辨 承思威认为凶手太狡猾了 竟然把来不及运出去的尸体藏在太平间 真是应了那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不是昨晚太平间线路故障 工作人员恐怕也一时发现不了 小唐觉得头大 试图梳理清楚案件脉络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凶手是先杀了孙茜 再杀了杨浪嫁祸在孙茜身上 他设计孙茜被罪潜逃的戏码 应该就是要孙茜被黑锅 承思威表示杨浪死亡现场并没有检测到指纹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他立刻部署下去 一组针对医院所有医护人员 和病人进行再次摸牌 二组重点排查案发前后 出入医院的外来人员 三组针对杨浪和孙茜的社会关系深入调查 大家答应医生 分头开展工作 在医组的调查中 医院的麻醉师宋医生被列为重点对象 他是最方便接触到恩福丸麻醉剂的人 且和孙茜发生过冲突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宋医生今年35岁已婚 妻子是大学同学 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 刚满三岁 宋医生被列为怀疑对象 感到非常愤怒 说她和孙茜没有什么重大矛盾 她个人不是很欣赏孙茜的工作态度 那天有些急躁 就说了孙茜两句 她不可能为这点事而杀人 民警问宋医生 昨天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 她在哪里 宋医生平静地说在家里 她家洗手台渗水 十点多时楼下的邻居上来敲门 他们一直在交涉这件事 她认为警察可以去调查核实 也可以调取他们小区的监控 她回到小区后 直到今天早上七点才出门 期间一直没有外出 民警说 警察在洋浪口鼻触采集到 恩福丸成分 对此 宋医生有什么好说的 宋医生情绪激动起来 说恩福丸是很常见的吸入性全麻药 不是只有他们医院才有 她认为杀人这么大的事 总得图点什么 她家庭安定幸福 工作收入稳定 可她杀人图什么 宋医生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 程思薇通过屏幕看了审讯室的情况 安排大家加快排查进度 这时 杨丹到刑警队来了 她衣着考究 气质出众 只是神色有些憔悴 眼睛红肿着 一看就刚刚哭过 程思薇问杨丹 有没有去认过师了 杨丹点点头 泪水瞬间弥漫眼眶 强忍悲声说她出差时 弟弟跟她说有点不舒服 陈东明就安排弟弟住院治疗 杨丹觉得她太傻了 她应该早就有所防范才是 程思薇听出弦外之音 问防范什么 杨丹从包里拿出三份资料 其中一份是杨丹父亲的死亡报告 另外两份是她和杨朗的体检报告 程思薇翻看了一遍 发现除了杨丹父亲因肝病致死 他和弟弟杨朗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受损 程思薇不由的神色一变 问杨丹是不是怀疑陈东明干的 杨丹说她是父母领养的 就算杨朗父子是遗传 他也不可能得同样的病 觉得这件事太离奇了 杨丹的父亲去世后 给他们姐弟俩留下好几套房产 还有基金股票 他认为陈东明具有重大作案动机 杨丹表示 陈东明和孙茜勾搭在一起 不是一天两天了 本来自己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没想到他下这样的毒手 杨丹懊悔不已 程思薇叫沈南竹来分析三份报告 沈南竹怀疑 这是长期小剂量投毒灵化新造成的 立刻采集杨丹及杨浪的头发做分段检测 但杨丹的父亲早已火化下葬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他是死于灵化新中毒 陈东明是不会承认的 沈南竹问杨丹 他的父亲住院时 有没有留下化验样本 杨丹说他父亲的病 当时是由陈东明一手负责的 怎么可能还有证据留下来 随后杨丹忽然眼前一亮 说三个月前 他和父亲在上海出差 父亲当时突然腹痛伴随休克住院 医院以为是疾腹症 进行了破腹探查 发现肝明显肿大 就从肝脏边缘部位 取了一小块组织进行病理切片检查 当时并没能确诊 不知道上海医院还有没有保存 沈南竹让杨丹现在联系上海那边的医院 确认一下 杨丹急忙打电话 很快得到肯定的回复 成思维精神位置一阵 各项检测工作同步进行 果然 从杨丹和杨浪的头发分段检测结果中 正是姐弟俩从五个月前 开始被小伎俩投毒零化新 杨丹父亲的肝组织蜡快检测结果 最后一个出来 从肝细胞包浆内检测出了新 结合杨丹阳浪的检测结果 即案情调查 确认其死因是零化新中毒 面对确凿的证据 陈东明犯下的罪行无可抵赖 情绪却异常激动 他承认他下了毒 说就因为他出身贫寒 在他们家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给每一个人陪小心 即使这样 那个老东西还是看他各种不顺眼 但是 饿死杨浪的人不是他 也不是孙茜 有人在将计就计 借刀杀人 程思维问他怎么知道 饿死杨浪的人不是孙茜 陈东明忽然闭上了嘴 显然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程思维故意说 如果他不肯说出实情 他们也帮不了他 这个锅只能他来背了 要怪就怪自己既不如人 陈东明如何甘心 气得脱口而出 说杨浪十点多还在群里说话 那个时孙茜已经死了 他怎么可能再出现在杨浪的病房里 程思维问孙茜是怎么死的 陈东明靠在椅背上 觉得反正杀一个是死 杀两个也是死 索性把真相都说了出来 他看孙茜和杨浪眉来眼去 心里很生气 他们吵了一架 当时他气疯了 揪住孙茜的头发往柱子上撞 没想到孙茜那么不精壮 就撞一下就不行了 陈东明说他发现孙茜死了 很害怕被人发现 当时他们离太平间很近 就把尸体先藏到太平间里 打算找机会运出去 不料当天晚上杨浪就出了事 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程思维相信他没有说谎 孙茜在案发当晚十点多时 就已经死亡 这和沈南竹的判断完全吻合 杨浪死时 陈东明也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现在陈东明和孙茜都已经排除了 杀死杨浪的到底是什么人 程思维来到解剖室时 沈南竹还在研究 杨丹杨浪姐弟俩的头发分段检测结果 秀眉紧锁 好像有什么想不明白一样 程思维问怎么回事 沈南竹说他比对了很多遍 有一点很奇怪 杨丹从上个月开始 林化新的摄入量就停止了 杨浪的却还在继续 他看过陈东明的口供 陈东明的投放量没有改变过 也就是说杨丹自己发现了端倪 杨丹既然发现了 为什么没有提醒弟弟 程思维获得站了起来 他终于明白了谁在借刀杀人 因为杨丹和杨浪并没有血缘关系 或许杨丹也觉得杨浪死在陈东明手里是最好的结果 陈东明还自以为不属周密 被自己老婆当枪使了都不知道 沈南竹为之变色 杨丹从丈夫婚内出轨 父亲兄弟被人杀死的受害者 转变成了将计就计借刀杀人的行凶者 这太出乎意料了 程思维等人对杨丹展开深入调查 果然查到了他上个月去医院体检的就诊记录 证实他早在一个月前 就得知陈东明对他们慢性投毒的真相 对此 杨丹无可抵赖 程思维说杨丹早就知道了 所以自己设法避免 问他为什么没有提醒杨浪 杨丹眼眸明亮 质地有声的说是他疏忽了 他没有及时提醒杨浪 应该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但是这应该不犯法 程思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缓了缓才继续说为什么不阻止 是不是为了得到全部家产 他们虽然不是血亲 但养父母把他养大 他这么做和纠战却朝有什么区别 杨丹说知不知道被心里阴暗变态的人收养 是什么处境 他刚到那个家的第一晚 睡着睡着就有一只手伸过来 假装盖被子揉捏他的身体 他吓得要死 却不敢出声 从那以后 睡觉都要反锁门 还要再用椅子顶上 杨丹回忆起那些不堪的经历 脸上露出明显的厌恶 说老的这样 小的也这样 十几岁就偷看他洗澡 那么肮脏的父子俩 死了省得碍眼 杨丹认为陈东明既然要做好事送他们上路 他为什么要提醒他们 成思维没料到有这样的隐情 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说杨浪被杀时 他在外地出差 医院里一定还有人和他理应外合 那个人是谁 杨丹无辜的说除了默默看着陈东明动手 他什么都没做过 什么都不知道 程思维知道在杨丹这里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只能先分析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排查结果 他认为配合杨丹的人 一定就隐藏在这些人中间 他一页页翻看排查结果 看到编辑的资料时停了下来 编辑从事的职业都是中低档收入的 病情也不严重 按道理来说不会选择这么贵的医院 程思维立刻带人围绕编辑进行调查 很快发现编辑也是孤儿 幼年时期和杨丹都在同一家孤儿院生活 程思维找到当年的院长 院长说编辑和丹丹是同一年到孤儿院来的 两人同吃同住 在这里生活了七年 后来丹丹被领养家庭选中 编辑满16岁才离开 不过这孩子走错了路 后来被判入狱 自己还去看过他 出狱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了 调查进行到这里 程思维可以肯定配合杨丹的人就是编辑 但奇怪的是 自从杨丹被收养离开孤儿院以后 两人再也没有过来往 程思维动用所有的手段 穷尽其能 也没有找到两人之间有任何交集 他传讯编辟 编辟的回答一如他所预料 编辟不明白他说什么 也不认识什么杨丹 程思维问编辟 他不认识杨丹 为什么要帮杨丹杀人 编辟故作惊讶的看着程思维 表示这话可不能乱说 程思维说他住的不是贵宾单间 杨丹被杀当晚 他的室友说他曾出去很长时间 他去哪里了 编辟回答说他闹肚子 一会功夫跑了好几趟卫生间 他闲来回折腾费事 就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玩手机 程思维问他还记不记得 杨浪说过要拍真人致富诱惑的视频给他们看 程思维忽然话题一转 编辟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危险性 于是点了点头 程思维将一个拆下来的 伪装成电源插头的针孔摄像装置 推到了他面前 气定神闲的说杨浪确实拍了 可惜拍到的不是香烟视频 而是他饿死杨浪的过程 奄迪变了脸色 拳头钻了又松 显然在极力调整自己的状态 程思维说他和杨丹从小一起长大 他知道了杨丹的真实处境后 决定为他扫清障碍 他们联手设局 将计就计 既能完美解决杨浪 又能将陈东明送进监狱 确实高明 编笛表示不知道警官在说什么 杨浪是他杀的 他以前有个小女朋友 被杨浪哄上手了 他咽不下去这口气 所以杀了杨浪 编笛认罪 程思维等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那个针孔摄像头 其实是民警扫黄石 在宾馆拆下来的 杨浪房间根本就没有摄像头 更不可能拍下编笛饿死杨浪的一幕 程思维说杨浪的姐姐就是杨丹 小名叫丹丹 曾经在育婴孤儿院生活过七年 和他同吃同住 情同手足 问编笛现在有没有想起来了 编笛平静的近乎漠然 说当年孤儿院孩子太多 他记不得了 程思维知道 他可以炸出编笛杀死杨浪的真相 却不可能听他说出真正的原因了 编笛入狱后 杨丹也没有来看过他 好像两人真的从来就不认识一样 半年后的一天 程思维无意中看到 杨丹捐赠育婴孤儿院的报道 杨丹搂着那些孩子 挨挨挤挤的笑脸像向日葵花田 格外灿烂 有人锦衣在滑堂 有人孤身走暗向 他们无力改变命运的走向 却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方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